地址头不发一语 快步走进市邻地检署 浩鼎总经理黄秀美 遭检方约谈 要进一步厘清 到底有没有涉嫌内线交易 会不会觉得委屈 因为现在别列为嫌疑人了 面对关键问题 避而不谈 浩鼎总管理处协理廖宗志 跟财务处经理张罪芬 一前一后匆匆前往复训 检调追查浩鼎案 又有重大突破 15号大动作 兵分七路 约谈五名嫌疑人 跟四名证人 厘清案情 包含董事长张念慈 跟总经理黄秀美等 都被列为嫌疑人 移送市邻地检署复训 调查官从浩鼎 位在南港的研发中心 查扣电脑主机 跟大量文书资料 为的就是要比对 汪启会帮女儿 卖股票的时间点 跟浩鼎解盲时间 双方有没有联系 是不是踩了内线交易的 法律红线 时间点真的很巧 强在汪启会回国前 检掉大局搜索约谈 这连中研院也突然发生火警 现场紧急疏散内部人员 号顶案越演越烈 未来不排除约谈汪启会 跟女儿汪启秀 档案说明历清真相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